想知道纯血纯种游戏手机是啥样吗 来 今天让这只败家之眼告诉你答案 当一台游戏手机彻底摒弃传统设计理念 那将会是一台猛兽 首先 它搭载了新几款骁龙8加G1处理器 将制作工艺更换为台积电4纳米 大和频率进行了提升 虽然幅度并不大也就10% 但功耗进步非常大 在开启调度积极的X模式后 搭配ROG矩阵式冷液散热6.0 以及自带的酷冷风扇 游戏帧率非常稳定 机身温度仅为42度附近 看来除了ROG散热堆猛料 台积电工艺加持的骁龙8 Plus 确实能效比进步明显 此外 屏幕也打破常规AMOLED材质 165Hz电竞屏幕 触控采样率飙到了720Hz 专为游戏而生跟手信非常不错 6000毫安时双新大电池 这才是游戏手机该有的续航配置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轻薄 众多玩家也能一天一冲 配有兼键 除了在游戏设置映射 竖屏模式下也能定制日常操作非常方便 当然ROG的东西没有灯是没有灵魂的 背部设计了两处RGB区域 其中一块可以自由设定个性动画 嗯 或许这才叫电竞游戏手机吧 想要重置信仰并且要更换手机的玩家 可以看看这款腾讯ROG游戏手机6 Pro